网上很火的水果生烟 买了三个 有巴勒 鸟梨 还有芒果 去年潮汕的海鲜生烟 真是着着实实火了一把 但是没想到 他们的水果都生烟着吃 咱们来试试 它嘴边还送了这个 酸梅粉和辣椒粉 这是一点什么呀 不知道 其实看着跟新鲜水果 好像差不太多 但实际上它这些都用什么 甘草梅子汁已经腌过了 咱们来试试 这是辣椒盐 然后这个是酸梅粉 我们先来一个巴勒 蘸它梅子汁 它的口感还很脆 新鲜的吃着差不多 虽然是腌过的 几乎都是酸梅粉的味了 好像吃着还行 辣椒粉的 蘸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贵 但是放到一起 莫名的还有点爽 很解腻的感觉 两个料粘到一块都挺好吃的 这个巴勒还行 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腌水果 还有好多其他的 当时买了巴勒 就是因为它特别好看 但是吃着也还行 这个 鸟梨 我先这么尝一下 因为这个腌的颜色最重了 哇 哇 有一点化霉味 酸酸甜甜的 这个味比较重啊 比巴勒的味要重很多 口感还是新鲜水果那种口感 还很脆爽的 脆爽多汁的 炸完酸梅粉就是更甜了 辣椒粉也还行 但我感觉这个鸟梨配酸梅粉更好吃 酸酸甜甜的很爽 也是很解腻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追剧啊 或者是平时没事结个闷啥都行 一会能干下好几个起这个小梨 我感觉梨比巴勒好吃 最后一个芒果 好好吃 好甜啊 是酸梅粉的过吗 我单独尝一口 就这么直接生吃都有一点甜甜的 微酸 甜味为主 蘸上酸梅粉之后 就特别酸甜 特别爽 特别好吃 看着它最平行无奇了 没想到味道还挺惊惊 哇这个好吃 脆脆的 哎对 这个汁不知道是不是蘸着吃的啊 嗯 这应该就是泡这个的那种干草化梅汁 干草化梅的味都特别浓 酸酸的 蘸点这个 然后再蘸这两个粉 好吃 好爽 完全颠覆了我对水果的忍质啊 腌过之后特别好吃 我们再试试 哈哈 1 2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